现在时间有限 咱们这部戏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 虽然我知道可能还有很多要讲的 但是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吧 好吧 今天说最后 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一个MV了 MV来说相对拍起来要轻松一些 我说句时候 轻松很多 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主线在那 然后呢 演员可能就是有时候需要摆摆造型啊 然后耍个裤啊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就还挺OK的看起来 但是呢 这部MV我为什么想要拍呢 就是我听到了一个音乐 叫Hard Hit 对吧 心碎 它其实是理准机 它在一部戏叫Two Weeks 对吧 里面的一个主题曲 是的 我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这歌蛮好听的 然后突然有了灵感 就想着 还有一个 又是属于现实主义这种 问题吧 但是又以非现实主义题材来呈现 中文 确认 你会不离开吧 太害怕 就讲的是一个女孩 她被 应该说是被拍卖吧 被这种就是 这种很不好的这种人吧 带到这种地下拍卖点去拍卖 因为我们现场有 有很多人就是演员吧 拿着那种道具的 买了那种道具的那种美金 在那拿出来 就是展现自己竞拍 自己的钱展现多少 我要去买这个女孩 或者是要拥有她 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 你可以想得到 现在这个金钱社会 很多人可能就是希望用这个金钱 去收买人心也好 去收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也好 对吧 有时候钱可以是个好东西 但是它可能也可能是一个 比较邪恶的东西 对吧 其实你说是非现实的题材 我倒觉得它其实是很真实存在的 你要知道我们 不好意思各位 刚刚我们机器突然卡了 所以我们现在换了 又回到了车上 对我把之前的视频存在电脑上了 因为卡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对 行吧那我们就接着讲 刚才讲到那个地方是你在讲 对 因为你说 它是一个非现实的一个表达方式 但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挺现实的一个 比如呢 因为 破音了 因为我觉得 虽然说好像看似平常的世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什么近拍剧 人 你不一定也不一定 但是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明网暗网 因为多多少少有听过这个词 对吧 你要知道暗网上 有很多很多 比这个更恐怖的事情 对 我们是已经是很 唯美的在 表现这样的一个 手法了 对 对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说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啊 充满着各种 不确定的因素 未知的世界 未知的一些信息 对吧 对 就像 我用这种 比较 又是另类的表现手法吧 像什么近拍女孩啊 这感觉好像是 哇 看起来啊 好像是 我们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 或者说应该是很久远的年代 比如说什么奴隶社会啊 或者怎么怎么会近拍人呢 对吧 但是 你想想就是 除了陶道说的这种 暗网 存在的这些事情啊 也有可能就是在现实中 嗯 很多人他有权有势 对 他可以收买很多东西 你的身体 甚至你的性命 对吧 就是可能你如果往 黑了 黑暗的方面去想 或者是往深了去走 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吧 可能这种事情 在有钱人的世界里是很普遍的 是存在的吧 很普遍 很普遍的 因为你想 比如说希拉里他之前 就有就是 被参与被被爆料出来 说他有参与到这种 给给他的这些高官啊 或者是他想拉拢的人啊 提供了一些 提供了一些 之类的 就是一些我们常人觉得很 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有钱人的世界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其实现在也存在着这种阶级的问题吧 已经有权有势的 跟这种平民阶级 但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不搭嘎的 各不各的 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话 有钱有势的人一定是 凌驾于这种没有钱的人的这种至上 其实我觉得都不至于说是 有权有势吧 你比如说小猪罗志祥 嗯 他是不是也玩多人运动 然后甚至他还做皮条课 就是说 就是你懂的 然后比如说韩国的李胜利 哦 对 就是这种事情很 常有的 很常有的 但是每当一爆出来 还是觉得哇怎么会这样 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 好像感觉平时看到的 不是这样的 还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 为什么爆出来 跟我们想象中或者平时看到的样子 是完全两码似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对吧 就感觉哎 反正 这个世界吧 就像我那个AMOV里呈现的可能就是 存在着很多不可知的东西 是的 嗯五花八面的东西 对吧 这个AMOV呢 哎反正也跑了很多地方了 我都不想再一一介绍了 因为我在网上买那个烟蛋 你记得吗 哦对 我们第一次用到烟雾 就从那次AMOV开始用到烟雾 对 对然后 不会玩你知道吗 然后第一次还浪费掉一个 最关键我们还去了当趟去放 在当趟 不要命啊 在当趟 然后当时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放的 然后拉完之后就 主要是想表现这个 呃 淘淘从那个烟雾里走出来嘛 就感觉很酷 神秘 对很酷的那种感觉嘛 对吧 然后我们还去到那个地方挺漂亮的 全是石头 嗯 然后那个天空 配上那个天空感觉 哎 很有感觉拍出来 对对 感觉镜头拍出来蛮唯美的 我超喜欢那个夕阳 你知道旁边是有一些些植物 你知道吗 然后真的很美 对对对 然后 呃 这部MV的话 反正也就四分钟吧 四分多钟大概 对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我们因为没有钱 多余的钱去租场地 所以我们就在车库里面 将就做了一场这个 打理了一下 买了一些什么小道具啊 这个放一放摆一摆 然后把朋友邀请过来 又是请他们吃火锅 每次都吃火锅 然后大家那天吃蛮开心的 对吧 我觉得最想要吐槽就是那个 我出场的时候 就要近拍的时候 嗯 出场的时候 我被挂着的 居然是在一个衣架 衣架杆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东西 实在是条件有限 没有东西 只能就是能看凑眼吧 就将就用 将就用一下 就是那样 而且当时我大部分用的是那种 这种叫什么 长镜头啊 就是拍的是中镜镜 我不敢放大了 一放大了 整个场景感觉就是啊 怎么会那么low 因为很多地方其实是遮不住的 遮不住你一放大的话 呃 场景有些地方 它其实不属于这个系列的一部分 你知道 比如洗衣机 当时就遮住的 但是那个布呢 只能尽量遮啊 但是你不可能说 好像完全就 感觉那个地方好像就不是洗衣机了 你能看着它那个形 没办法 而且我印象就是一个大的 温量红色的跑车 是谁的是吧 对 但其实那只是 我们在停车场取景的时候 看到那个车还蛮漂亮的 挺干净的 然后就坐在它前面拍了 拍了一个镜头 对 挺挺酷的嘛 就是估计我觉得 一个车主的现在都不知道 我们干了这件事情 对 因为其实刚好把那个车牌也挡住了 对吧 对 呃 这部AMOV的话 也也是就是 我自己还是比较来说 拍摄方面是比较满意吧 比较满意 但是呢 还是碍于场地有限 条件有限 然后大部分用了中进景 就是头像人物半身 嗯 场景的描述的话 大部分都在那个鹅卵石那个地方拍了 因为那个地方场景拍广角还可以 其他地方你拍广角感觉好像不太 不太好看 所以用了中进景比较多一点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在拍摄当中比较遗憾的地方吧 希望以后能改进的一些地方 嗯 对 这首歌 配上这个AMOV 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蛮好看的 对吧 我会截取一些好看的部分给大家放 也是蛮有意思的吧 蛮有意思的 很奇特感觉就是 嗯 对 然后 嗯 其实这个一开始当时不是开场的时候 是有一串的这个照片 嗯 其实那些都是不认识的 在网上找 对网上找的 因为为了避免惹麻烦和误会 对对对对 他们眼睛已经赶快抠掉了 就是不知道谁是谁这样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故事呢也是 其实也是有反转嘛 比如说 嗯 这个人他就长期的就是就压抑 不是做这种近拍 然后贩卖 不管是男的女的 嗯 他都有做 然后到这个时候 这个人他突然就爆发了一股力量 应该说是心中的怒气吧 爆发了 让所有人都被被这种 怎么说呢 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虚幻了 就是被这种怒气给击倒了 对对对 爆发出来这种 呃 放的烟雾啊 我这现场放的烟雾 但其实是他的这种怒气 把这种所有的这种近拍的人给给击倒了 对吧 嗯 然后其实嗯 这作品大家就就看完之后再给我们提意见吧 对 也是属于比较暗黑类的 我比较喜欢暗黑类的 他内心比较黑暗 没有 我内心比较阳光 哈哈哈 比较就另类的吧 对 然后其实这个作品之后呢 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工作室 工作室 对对 呃就一直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吧 对 就正式走上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了 对 对 因为我们在成立这公司的时候也跟另外一个朋友合作 合作 对 他呢因为在美国也是 待了很多年跟我去曾经是同学了 在同同一个对同一个大学里面读书 对 他呢有这种最顶级的设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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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然后他还有灯光啊 有各种配件啊 都很齐全 应有尽有 他就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设备上 设备上 对他生活上其实很拮据很简单过的 但是呢他跟我们关系很好 所以愿意和我们成立这个公司去走这种专业化的道路吗 对而且他年纪比我们大 他曾经在中国呢也是自己开的有这个剧本公司 对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经营经营经验和基础在那对对吧 然后我们也大概讲一讲 其实就是跟我这个朋友啊合作也拍了一些mv大部分是mv了 对对对 也有小短片真的是有收入的 有收入对有收入 你看第一次我们去到这个叫也叫little rock是吧 那个地方 但是在加州啊不在阿根色 他那个地方那边去特别热我就记得是个沙漠里 但是呢他们住了一个场地是一个像这种 地中海风 地中海风情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 有水有池子然后有这种豪车 就蓝色跟白色对看起来很简单 但颜色搭配起来很漂亮很漂亮 对然后是黑人的一个mv 有很多那种dancers过来出演 对他们拍的mv最后也是做好之后还是在非洲发行 对因为这个歌手其实在非洲是蛮出名的 对对对对对他做很多公益活动 对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放放放放一点吧 对放太多可能会有人看到对不太不太好 我们就放一点吧 其实mv也是拍的蛮好蛮好看的 对对对吧 有很多dancers 哦斯坦尼康 哦斯坦尼康 斯坦尼康对 请了一个人嘛 嗯 专业做这个这个这个机器的这个扛这个斯坦尼康的这个工作人员过来给他们拍 对大家都是有一个电影梦 然后在尽可能的做着自己一所能及的事情吧 其实挺不容易的都挺不容易 然后第二个还拍了那个like this 嗯就是那个豪车 对 这还有这个请了他们那个非洲的这种黑黑人美女啊 跟那个黑人小伙子在那大喜 其实那么mv拍的也是蛮好看的 跟他们合作还蛮多次的 很多次了 对这个导演 跟那个导演黑人导演合作了很多很多次 他他基本都是mv 对都是mv 而且都是非洲有钱人 去了各种地方什么这种豪宅啊 因为我们我第一次看他 看遇到他们这群人我就发 嗯是真有钱 对穿的用的就是你不管是鞋皮带裤子上衣还是背包 全都是顶级品牌 一看就知道是名牌 顶级品牌 对然后他们也会就有一场 我记得是我忘了是哪一首歌了 但是他们有去到bevely 是真的买了很多东西 啊要做道具对吧 对他是真的买了很多奢侈品 对后来跟他们陆陆续续又拍了些mv 反正也是去豪宅啊 然后香车美女啊这种 呃拍了大概不下十次吧跟他们 但是我能找得到的mv就两个 其他因为没有在后续跟进了嘛 河滨也没有 其实还有一些 有一些片段对吧 如果能能找到就给大家放一些吧 对其实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拍戏的经历 不管是从我也好还是我们成立公司了以后也好 感觉整个经历的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忘 这都是人生的一种经验和故事 对我们愿意跟讲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吧 我还是觉得有梦想你要去追 不管是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在很关心就是说 哎你们餐馆怎么样 你们餐馆怎么样 其实我们真的想给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做餐馆 只是说我们现在临时做的一个事情吧 对吧 因为餐馆呢 其实他有综合起来有很多很多原因我们接手的这个餐馆 那其实我们俩就单说我们俩最后的梦想 对还是想从事这个跟电影有关的 对跟电影因为真的是非常的 不管是目前幕后我觉得只要能参与到 就是这个行业当中我就觉得是一个很 因为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爱电影这个行业 非常非常的热爱 不想说就好像或者到了一个地方 或者就做个工作就不管电影了 不理他了不要了以后都不做了我觉得这个梦我们会一直追下去的 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喜欢电影并不是说因为什么 你就想着就是我啊我大红大紫了 我能赚钱了 其实我对我个人来讲感觉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电影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你可以去各种地方 然后去工作 对而且你在不同的人生里面你能学到不同的感悟对吧 你会有不同的感悟然后对你自己本身的人生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其实电影浓缩了咱们人类历史从发展到现在这么多的这种精华呀 这种人生的经验啊 其实都在电影里面了 你可以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人生观 不同的世界观 对吧 不同的故事 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都在电影里 我觉得电影真的是 但是它是一本好的书 对吧 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向大家展示和交流的一个东西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啊 就我们在加州 我们做这个想努力的去融入到这个同行之间哈 我觉得有钱的比如说富二大呀 就我们认识一些就是在学校有可能电影啊 这个部分它拿了有一些奖项啊 就是还是学生的情况下拿到一些奖项 我觉得你如果想要跟他就是说有多的来往的话 就感觉大家都是抗拒的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你如果是临时插入别人的生活 他们会觉得哎 就蛮奇怪的你知道吧 就你得你得 跟他很久的这种朋友打不开了的灯可能 很久的朋友他才会跟你 有这种交流啊或者交心啊 这种其实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 我是想说 因为我会看到他愿意跟老外去 交流关于这个电影方面的东西 但是他不愿意跟你跟我们去交流 我觉得可能就大家的 特别是中国人哈 数据不好听的话 我感觉是有一点传媚外 但是也没有不可厚非的是什么 是因为美国的电影确实做得比 对因为其实我怎么说 我看了很多非常不错的作品 在洛杉矶的时候 真的也了解一些很不错的电影人了 这个我也承认 在洛杉矶竞争特别大 反正这行 大家我也理解 有很多中国人想努力的融入 美国人的圈子 本土人的圈子 本土人的圈子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进步和 帮助他们事业吧 反正也很不容易了 做这行很不容易 你要融入美国人的圈子 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可能大家会感觉 美国人应该蛮好接触的 嘻嘻哈哈的说一说笑一笑 大家不就成朋友了吗 这个其实只是大家可能看到表面吧 你要真的 真的融入他们的圈子 那就不是说你表面上的嘻嘻哈哈 笑一笑就完事了 那你可能要需要很大的功夫和精力 才能融入到他们的圈子 而且我感觉老外从事电影行业 真的很刻苦 真的很刻苦 对 他们很能很能吃苦 原来我在 就是在central casting的时候 去上班 那些公众人员跟我们会聊天 对 凌晨三点就要到那 然后一直坐到最后一个走 那可能晚上都睡不了什么觉 然后又在单场 是挺辛苦的 真的挺辛苦 就为了热爱这个行 对 而且这个阶层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一个新人 你到了你好不容易进到了一个 比如说大姐公司 比如说福克斯 或者是Sony这样的公司 你就要从最底层开始做 你可能要做好几年 才有可能往上升一点点 对 就你的身体要扛得住这份热情 哎 反正怎么说呢 干每一行都不容易吧 但你如果真正的热爱 你真的选择了 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只有坚持你才能获得成就 只有坚持你获得成就的可能性才会大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两个字坚持就好了 对 没错 但是我每次啊 就是在沮丧的时候 我就会想 为什么我不是个有钱人 如果是往什么通的话就好了 对吧 直接手一刹投资 但是也许你有那个钱 你可能就只想着投资 没有那个艺术细胞了 也有可能 人永远不可能那么完美吧 也是 对吧 反正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吧 就是说我们以后 Youtube会永远更新 然后呢 会一直给大家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这个Youtube会跟着我们走 对吧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回到国内 就给大家透个底吧 这个Youtube我们也一直做 给大家看 反正我们可能将来的人生 会很丰富很精彩 对吧 大家会看到我们很多不同的变化 我们都会一一的给大家展现 对 就像真人秀一样 对吧 行吧 那聊了太久了 今天 就到这里吧 就是 嗯 我觉得吧 我们可能会做成就是 上中下三期 上一次是上 上 然后这一次是中 然后可能会把今天的解成两集 因为实在是太长了 我不想 对不想大家听我们 那里啰里巴索的讲 那么久的时间一直听 看情况吧 因为戛然而止 感觉也蛮不舒服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找一个点 切的点 如果能找到我就把它切开 分成两集好了 对吧 好的 今天到这里啊 拜拜